大家好,我是亚超 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基督教到底是不是洋教 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外来的宗教 是白人的宗教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宗教 我们为什么要信一个洋教呢? 很多人认为如果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就是背弃了中国人的传统 我们今天会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历史的角度来看 第二就是从中国的文字来看 到底基督教是不是洋教 我们中国有很值得骄傲的 很悠久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 在公元前六世纪 老子写了《道德经》 以后就变成了道教 孔子孟子成立儒家思想 后来有人把它成为一个宗教 是在公元前五世纪 佛教是从印度 也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传进中国的 这是时间 这个是公元后 这是公元前 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 佛教跟儒教产生了 在六世纪前是道教 那我们就要问了 从道教开始之前 我们中国人到底信些什么? 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口头禅 比方说天有眼 天无绝人之路 天命 这里所讲的天 绝对不是我们抬头望的天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洋人 跟我们所说的口头禅 有什么不一样 外国人讲说 Oh my God 那我们中国人讲 我的天啊 外国人讲 God only knows 我们讲说天晓得 外国人讲说 God bless America 我们会讲说 天又中华 我们所说的天 跟外国人所说的God神 还有我们中国所讲的上帝 这三者之间 是不是有一点关系呢? 我们中国有个很了不起的人 叫做司马迁 他跟汉武帝关系没搞好 结果汉武帝就把他淹了 结果他化悲愤的力量 就写了一本鼎鼎有名的史记 在史记里头 记载了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皇帝 有一次在泰山祭天 今天你到泰山都可以看到这个牌子 是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所写的 今天你到北京去参观 你就在紫禁城的南边 有一个天潭的公园 这天潭的公园的面积是比紫禁城还大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环丘 就是当年祭天用的沙生的地方 这个就是黄穹雨 那最有名的就是祁年殿 祁年殿是祭天的地方 你进到里面看不见任何偶像 只有一个牌位叫做黄天上帝 这个地方就是皇帝在秋天举行的一个东西 叫做交际 交际对皇帝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庸那边讲 社交之礼 所以是上帝也 中庙之礼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皇帝能够明白什么是交际做得好的话 他治理国家好像易如反掌一样 所以对我们中国的皇帝 从公元前2205年 一直到民国成立1911年之前 每一年皇帝都要在这边举行祭天的交际 那我们中国所信的这个上帝 实际告诉我们说 上帝者天之别名也 神无二主 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天这个上帝呢 是独一的主 那么犹太人的神 他的名字是叫El Shaddai 有人就分析了 我们这个上帝呢 就是El Shaddai的直接的翻译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普通话 不是原来中原的话 因为五胡乱华之后 这个人都往南移 所以今天在广东 在福建 在台湾 可能讲的话是比较靠近中原以前的话 而广东话台湾话都好 上帝就是Shaddai 就是Shaddai 是非常相似的 你说奇妙不奇妙 我们中国所信的这位上帝 在中国的古文献里头 出现了175次 而且是非常的清楚的记载 在上帝的俗信 我们会看 他是与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一致的 在大明会典里头 收藏了一个歌谣这样讲 于西洪荒之初西 这边所讲的就是 在宇宙还没有运行之前 太阳月亮还没出来的时候 神就创造了这个宇宙 而且创造了万物 那这边所讲的跟圣经所讲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 讲的跟大明会典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那么所以神是创造的主宰 在交际的时候 对神的颂战也有这样说 群生种种兮 兮蒙使恩 人物尽有兮 余地人 群生何德兮 谁是所从来 余为黄兮 亦造物之主真 这边就讲到 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宰 他的黄德无精 陶此群生 所有的生物都是从他而来 我们中国的天字是这样写的 是一个大字 加一个一 那这个就是在大的之上 就是说比大还要更大 所以这位天是至高的神 那甲骨文的天是这样写的 有两部分 一部分这个呢 是上的意思 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人 所以天是从天上来的人 你如果到维基百科去查上帝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是我们中国人夏商周以来 华夏民族信仰的主宰天地宇宙的神 而我们的皇帝呢 叫做天子 那么除了祭天以外 上帝通常不接受祭祀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认识的上帝 那么上帝呢 有绝对的主权 这边诗经里头讲 商之孙子其利不义 上帝祭命 侯于周福 我们都知道商朝是被周朝所灭 这边讲商的子孙呢 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可是上帝的命令既然如此 所以就让他臣服在周朝之下 这跟圣经所讲的是一致的 圣经讲说 他改变时候 日期废王立王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智慧赐给聪明人 所以神是有绝对主权的 神不但是如此 神也是全能的 诗经那边讲 渺渺浩天 无不刻故 这跟圣经所讲的 说神 我岂有难成的事吗 而且神也是无所不知的 诗经讲 这位神是为了人的好处 所以他监视四方 他无所不知 就跟圣经讲说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神不但是无所不知 而且他是无所不在的 你记得边讲 上帝是指 地命似乎久违 久违就是各方各地的意思 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这位上帝也是爱的上帝 上书那边讲 为天会民 为辟奉天 所以这个上帝是有益于其他的宗教 这位上帝是充满了怜悯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 天无绝人之路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位上帝是永恒的神 他又是公义 公平 正洁的神 他也是慈悲怜悯 恩典的神 他也是信实 智慧 美善的神 所以我们中国人 所信的这位上帝 就是跟旧约 所启示的那位耶和华神 是一致的 我们中国的文字 是非常特别的 不是拼音文字 是象形的文字 象形文字 就是用图形来写事 所以他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能够记载故事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孟子 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 用他的手 撑着他的下巴 会慢慢演进 就成了这样一个字了 我们中国有许多的甲骨文的文献 所以让我们知道 许多我们老祖宗写的文字 如果上古有一些是 人看了以后不能忘记的 应该就记录在文字里头 那么在圣经里头 有两个故事 是人看了就一定不会忘记 第一个就是洪水 第二个就是巴别塔的这件事 那洪水是什么时候发生了 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马土沙拉死的时候 马土沙拉就是亚当的第十四孙 那么他们中间有三百年的重叠 换句话说 知道洪水的 也一定知道正经里头创造的故事 照着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照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然后就说 神说 是就这样成了 这句话 在圣经里头重复又重复的出现 那么造这个字呢 是这样写的 是一个告 就是神说 这个走之就是成了的意思 所以造就是神说了就成了 他没有用一个手或者有一个工具来表示 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那么告字是这样的 上面一个横就是土的意思 从土中就生出来了 那么是用什么方法呢 就用嘴巴来说 神说了就生出来了 就是告字 神造了人以后 圣经讲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的活物 我们总以为福 就是我们得到很多名誉 地位 声望才是福 那这个福字 我们中国是怎么写的呢 是一个是加上一口 然后在田里头 什么意思 就是神跟人在伊甸园里头同在 就是福了 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 神就说 那人独具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这个就是甲骨文的女字 这个女人是从天上的一个手所造的 这个字后来就演并成为妥 就是你如果有了一个半 那就妥了 那么伊甸园的园字是怎么写的呢 是一个土字 加上一个口 神用泥土造人 然后用口吹了一口气 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就有两个人 然后把这个人两个人呢 放在一个地方 就是伊甸园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园的写法 那伊甸园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 滋润那园 从那里分为四道 在伊甸园有四道水流 那我们中国的田字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一个田中间有个四道 我们常常以为田是因为象形 其实田不是这个样子 田是从那个地方有四道水流出来 那么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家了 那么他就是变成后来的宝盖头 那如果家里头放了玉 那就是宝了 可是简体的宝 不如我们繁体的来的更宝 因为有玉 有古董 有珍珠才是宝 那这个房子里头 如果有两个口字 这个就是宫字了 那可是我们知道宝盖头下面有两个口字的 还有官字也是两个口 而这个宫字不同的 就是这个两个口是结在一起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两个人成为一体 这才是你的家 是你的宫 那么这个房子里头 如果放上这一个 这个是妻子 这个字 以后就演进成为宅子 那我们知道今天有宅男宅女 为什么是宅男宅女呢 因为他们不太喜欢出去 他喜欢在家里玩电动玩具 喜欢上网 那么所以这个七 为什么不用个六不用个八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到了第七日 神造物的宫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宫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成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一切创造之宫就安息了 所以神给人要安息 那个年代 人都要出去种地 要去打猎 可是神却设定一天 要待在家里 这个就记载在我们中国的文字里 你说奇妙不奇妙 如果房子里头有一个世字 就是神的意思 那这就是最正宗的宗教了 当神造了人之后 就在伊甸园里头放了两棵树 一个叫做生命树 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 那么这个就是木字 就是树的意思 其中有一棵树呢 是会发光的 那么这个字呢 后来就演变成这个俗字 就是给人生命的树 那么神就吩咐亚当夏娃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一定是神造人的时候 给他有极大的自由 但是因为他是被造的 所以就必须有个限制 所以神禁止他吃 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那禁字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在这两个树之前 神告诉他们 这就是禁字 这个禁字就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了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 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 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 这个时候有一条蛇 在最后一本圣经 启示录 就启示了魔鬼 就是骨蛇 就是这条蛇 魔鬼来试探人 鬼字我们中国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在田里 就是这个伊甸园里头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有一个人做了一件暗地里做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鬼字了 那鬼到了什么地方呢 到了两棵树的前面 就做了这件不可告人的事 那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魔字 圣经讲说 于是女人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所以夏娃因为贪婪 所以就吃了这个果子 那贪婪的婪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在两棵树前面 这个女的就贪婪了 因此人就坠入了最终 那这个罪字呢 原来是这样写的一个字 一个心字的心 那后来秦始皇 因为看这个字 有点像是皇字 就把它改成是非这个罪字 但是原来是自心的这个字 当我们看到心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堕落的 把一个人倒着来写 而叛逆的逆 也是一个人倒着写 上面一个是个名词 下面是一个动词 人犯了罪 也记录在我们的文字里头 人吃了果子之后 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人就看见自己是没有穿衣服 就开始有了愧疚感 那裸体的裸字 是什么写的呢 就是人把无花果树的叶子 来做裙子 拿来当做衣服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裸字 人有了愧疚感之后 就开始躲起来了 那裸字呢 又有这样的写法 就是生南木 它的身体看上去就像木头 所以它是躲在树后面 而这个惭愧的愧字呢 就是这个人心里有鬼了 就是愧了 有一棵树会使人贪婪 有手的 结果有两个口 就是两个人 圣经讲说 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随意吃 只是那分别上个树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这个字呢 后来就演化成为 上命的上子 这两个人就在这个 分别上二树之前 就上了命了 这是甲骨文的人字 人后来走了神相反的方向 再加上引蛇上身 就人就犯罪 这件事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这个字就演化成为调子 人犯了罪就很辛苦 要暗流满面才能糊口 就是有无储 而这个储字是怎么写的呢 储就是这个人 在两棵树的试验下 他就停止了 他就受了痛苦 人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到那个生命树那里 这就是修制了 所以神要我们有安息 神要我们在他里头有安息 人犯了罪之后 就被神赶出伊甸园 就发生了人类的第一个凶杀案 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 哥哥叫做该隐 把弟弟亚伯给杀了 那么神就要赶出他出去 那么该隐就求神说 那如果我被赶出去 别人就会把我杀了 这个圣经讲 耶和华对他说 凡杀该隐的必招报欺配 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那这个凶杀 这个凶字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凶哥哥的头上 画了一个记号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凶字 你说奇不奇怪 所以旧约里头所说的创造 全部都记录在我们中国的文字里了 接着圣经也讲到洪水 神要挪亚做一个方舟 结果到了洪水快来的时候 他就让他的三个儿子 媳妇加上他跟他的妻子 总共八个人都进了方舟 而我们中国的船字 就是一个舟上面有八个人 你说奇不样不奇妙 接着是巴别塔 巴别塔是什么一回事呢 就是洪水以后 那个时候他们所讲的话都是一样 为了要逃避以后可能的洪水的审判 他们就彼此商量说 来吧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用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 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民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他们做这个塔是用烧砖的 那等到了错位一几几 我们就比较明白砖是怎么烧的 当天法老吩咐都工和官长说 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所以当烧砖的时候 必须要把草混在土里头 所以当烧的时候 砖才不容易裂开 而我们中国的塔字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都是说同样的话 他们就用土跟草来做砖来做塔 因此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纳成名叫巴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人的言语就变乱 人就开始分散了 那这个乱字 这个是繁体的乱 我们从简体的乱就看更清楚了 乱字是左边的舌头 舌头每个人的话语都各走各的路了 因此他们就开始分散了 那分散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八刀贡月谱 八刀就是分散 贡月谱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人都开始离开了 就叫做分散 那么他们就开始迁移了 那我们中国的签字是讲到有一件大事 大事之后大家都往各处分东西 而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边 在祭天的交际里头 要献祭的俗称为牺牲 那么牺牲从旧约里头 我们就看到神跟他们讲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 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 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番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所以献祭给神的时候 必须要有牺牲 而牺牲就是要从牛群跟羊群中 要找那个没有瑕疵 要好的 然后用一个鸽把它给杀了 献祭 如果要献羊羔的话 有这样的规定 一碎的公羊羔羔七只 作火祭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物 这个羊羔羔是把羊烧在火上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字 所以我们的中国的羔羊的羔 是跟番祭是有关系的 不但献羊羔羔的时候 有规定要把血撒在祭坛上 摩西将血一半剩在盘中 一半撒在坛上 这个血我们中国的甲骨文的字 是这样子写的 就是一个器皿 然后中间有血 所以这个一点就代表血 所以血是器皿上加一点 就是血了 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圣经说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那么基督也曾 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而神的羔羊 世字就是神的意思 世旁边一个羊 那么就变成了祥了 你有了神的羔羊 你就吉祥了 耶稣来是要我们称义 圣经讲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 又召他们来 所召他们来的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耶稣来是要叫我们称义 而这个义字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羊在我之上 就是义了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有一个兵拿枪来刺他的肋旁 圣经就讲 有血跟水流出来 那么耶稣是羔羊 这个羊有人用手拿一把枪刺到他身上 那么我们就能够称义 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中国的义字就把这件事情启示出来了 如果用简体的义就更清楚了 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就使得我们称义了 而永生的永字就是一点 就是血跟水流出来 因着耶稣的水跟血流出来 我们就得称义 而且能够得永生 当人犯罪之后 神就已经为人类预备了一个救恩 在那个犯罪的时候 他跟蛇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衣和女人的后衣也彼此为仇 这边特别有一个词 叫做女人的后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爸爸妈妈 我们是男人的后衣 唯独耶稣 他是从童真女说怀孕 他是没有肉身的父亲 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衣 这女人的后衣就是女子 我们常常以为好是女忧 而有女就是好 其实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有女人的后衣 女子 我们就好了 若没有女人的后衣 就不好了 人怎么样才能得救呢 圣经讲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这个性质就是人 用他的口来承认 就会得救 所以我们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 也从中国的文字来看 其实基督教不是阳教 我们所信的天 信的上帝 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 因为上帝是万民的神 所以他当然也向我们中国人启示 只可惜 从春秋以后 神对中国人的启示失落了 孔子曾经说 大道之行也 与三代之音 秋未知歹也 而有志焉 他就说 这个大道行的时候 是在下山洲的三朝 他没有机会赶上 他就讲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读旌旗经 不读旗旗旗旗 使劳有所踪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观寡孤独废己者 皆有所养 男有份 女有归 或 勿其既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利 勿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是故 谋避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避 世卫大同 当大道行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光景 可是后来失落了 经大道即隐 天下为家 各亲即亲 各子即子 获利为己 大人士己以为礼 成郭沟辞以为故 礼义以为己 以政君成 以赌父子 以牧兄弟 以和夫妇 以色制度 以利填礼 以贤勇之 以公为己 所以大道消失以后 就人与人之间 就必须要用礼节 所以人与人之间 就是功利主义 每个人都为自己 怪不得 孔子这样说 招文道 稀释可以 他如果能够得到这个道 他死了都没有遗憾 孔子所说的道 就是圣经里头所讲的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 就是这位神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请你回归到我们中国的传统 我们探讨基督教 不是看他是不是洋教 而是要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理 欢迎你好好来探讨 在我的频道里头 有一个有系统介绍基督教的影片 包括讲到神存不存在 圣经是不是神的启示 人为什么要相信福音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差别 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 欢迎大家去探讨 谢谢收看 愿神祝福你